以古建经,在端午节即将到来的同时,我们也可以来理解忠道的含义。 端午节除了纪念区远,对学佛之人也可以古建经,了解忠道的意义。 端午节除了在季节上,一年一度的夏季,的终端,也叫做证悟,也叫做最热的时候, 其实从这个大自然的隐身告诉我们,阴阳长短正片里面,最重要是告诉我们,暗示我们,要懂得怎么了解忠道。 谈到端午,我们直接想到了在楚国的屈原,他为什么会投降至极,因为不如意,从不如意里面,不得志里面,受到别人的委屈。 然后为了证明自己的志向,清白,所以投降至极,屈原就是因为不愿意去救,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,但是他不懂得忠道,忠道在哪里? 两边高低好坏,上下左右接通,也叫做八面年龙。 所以谁否是以孝顺父母,对国家长辈的尊重,那是原则,原有两个意思,原来的原跟圆满的原,你懂得原来,但是要懂得圆满。 但是我们凡如只要知道执着的原来,那怎么来了?后面要能够成就,要八面玲珑,才能够圆满功德。 功德的意思就是最大欢喜。 物本法师开示,学佛要了解凡事不能执着,要以圆满成就人生。 史发新闻,黄慧如检玉林,高雄采访报道。